三个月前我告别彷徨 正式陆入职场 这个产业工作强度颇高 常常看到一些同事盯着阅历 属红字 再二十天就有连降 撑住啊 到时就能吃喝玩乐了 相信各位会友都有这样的经验 每当一群人要吃喝玩乐时 总有人自告费用负责揪大家 而且还搞定几乎所有大小吃 这样的人就是主揪 大学时期我担任系上班代 每学期要负责办导师和学生间的聚会 私底下我也常揪同学们出去玩 对我来说是要大家觉得 就甘心 那我就甘心就 两周前我和大学同学去苗栗玩 在幽静的包斗民宿内 我们围炉吃着火锅 配着啤酒 饭后当然要来点桌上游泳 再加上忘情的标哥 就足以让笑声不断 仿佛回到两年前还在校园的愉快时光 半两天一夜 小菜一碟 我来揪 大家都轻松 不过 揪 只能是吃喝玩乐吗 不止 揪 让我兑现 与自己许下的承诺 我的爸妈来自金门 年轻时就来台打拼 我呢 在综合成长 从小就听他们分享 年幼在金门的前线岁月 让我对金门充满特别的想象 2011年 主将 是不是我们的参赛选手段讯呢 看起来要段讯 计时员开始计时三分钟 那请我们的比赛主席主控打电话给他 我直接继续吗 是的 2010年开始 计时员请计时继续 2018年 暑假回金门的旅行社打工 年底又回去浮选一位在地候选人 让我终于能深入欣赏原乡之美 满腔理想 想不到 不敌社会现实 选战惨遭滑铁卢 心情都还没平复 又被双重打击 同乡公然指责我 对金门 你不能知向哪 却不付出 国中同学也约于我 金门那么无聊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证明我是归人 我不是过客 我能为金门奉献 于是如何让更多人喜欢上金门 成了我沉淀思考的议题 两年后 机会来了 借着参加培训 我早期所有志同道合 想要深入认识金门的伙伴 准备要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看见不一样的金门 同心协力 我们办了五天事业的特色体验营 让二十多位台湾青年 看见对金门惊艳不已 有位学员来过金门四次 从之前的上车睡觉 下车尿尿 今天去哪里 我不知道 金门还有共堂面线夹菜刀 参加完体验营后 他说 原来金门有自然 战地敏式建筑三大元素 你们安排上山下海 入坑道探险 太精彩了 如果再开团 我一定揪更多人来 揪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揪了金门朋友的协助 揪了年轻学员来体验 石科采集 雕堡水弹箱射击对抗 以及废弃坑道探险 等一般观光团 不会有的行程 谱下青春热血的金门 框香去 因为当年的不甘心 而用心去揪 意外让大家都就甘心 后来 只要亲朋好友去金门 都会请我安排 因为我能让他们就甘心 对我来说 揪是表达 我很在乎你的最好方式 揪了你 因为你值得我分享 让我们拥有美好的时光吧 各位会友 人际关系是人生的必修学程 揪是里面的必修课 因为秋的核心 最简单的分享 是最纯粹的相聚 想要再更精洁一点 让更多人开心 自己也欢喜 沟通协调与组织领导 更是少不了 如果你愿意去实作 秋这件事 你会发现 它带给你的正能量 超乎想象 一个人走得快 人会倦怠 如果甘心去揪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会影响深远 关系久远 回忆长远 懂得揪 甘心揪 心灵是富足的 你会赚到起码四亿 有情意 有诚意 有心意 还有回忆 所以 如果问我 如何拥有心灵 富足的人生 我会说 甘心揪 揪 甘 心 主持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